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香港的制造业竞争力逐渐下降 不少工人流失到工资较高的服务性行业 当时不少的厂商开始将劳工密集的工序转移到内地 如果我们留意一下报纸的广告或者一些街招都会发现到一个现象 就是很多工厂都不断招聘工人 一些厂商说他们根本就请不到足够的人手来工作 显示出劳工的不足 差不多每个行业都有这个现象 为什么呢?是否由于人工方面的偏低呢? 就是我们这一方面因为我们是属于塑胶行业 我们的工资一般来说 就不可以跟电子的行业或者制衣行业来看齐 一般来说我们的人工是比较偏低一点 就偏低的幅度大概是15%左右左右 负责人说这一行的工资近年来也都不断增加 十年前工资只是占成本的百分之十 而到了今年工资已经占了成本的百分之二十了 由于成本不断增加加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竞争大 使得他不敢将货品的售价提高 所以就不可以出得更高的薪水来招请工人 他们也都只能够寻求其他的途径解决工人方 一般来说是大数量的订单 我们就申请进去内地就以加工的性质给他们工作 那这个情况多不多呢? 这个情况就是越来越普遍了 现在来说在香港的努工短缺都挺严重的 由于一般服务性的行业 金融机构或者商业性方面来说 都大量吸纳新的工友 变成了将很多工业界的员工带了去那边 也同时由于现在的年龄问题 就有很多十五六岁的雇员 以前是可以在这个年龄里面受雇的 由于香港的家庭生活是好了 一般的人民水平高了 那他们就会是继续读书 那我相信政府九年免费教育 都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据你了解 为什么年轻的人就不太喜欢进入这个行业呢? 年轻一辈的那些 通常他们学车东西都要花一年半载的时间来学 那他们就通常都会走去做第二个行业 例如电子那些比较快上手一些 那比如说人工那方面 是不是主要的因素 令到你们这么难请人呢? 人工那方面我想都不会的 通常现在呢 熟手那些都找到一百几十元日的了 本港虽然是出现了工人短缺了 事实上 很多行业都已经趋向机械化和自动化了 很多厂家都认为 本港的工业将来都不会再大量的依赖劳工的 他们认为 机械化不单止可以解决劳工的短缺 还可以将劳工的年龄提高 而更重要的就是机械化可以减低成本